现在呢中美利差已经倒挂 而且美联储加息的节奏加快 到明年底还有五次加息 将再升息1.25% 这对于油资的诱惑力极强了 现在我们之所以淡定 就是因为美元还没有涨 美元如果升值再叠加上利率倒挂 这对于财富的吸引力就太大了 所以必然引发财富外流 出现2016年下半年外汇快速减少的情况 其实呢我们认为啊 美元早就该升值了 甚至去年下半年就该升值 但它显然被人为压制了 为了美国人的出口战略 在美国加息缩表经济强劲的背景下 偏偏美元走弱 然后推动油价上涨 这样扰乱了全球的经济复苏 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通胀压力 不得不跟随美元一起加息 然后我们当时就判断 美元这只拳头不会引而不发 它只是缩了回去而已 目的就是要打出一记重拳 而现在这记后手重拳已经开始启动 之前美元涨到了5月底 在94的位置开始盘涨 消磨别人的警惕性 在盘涨了半个月之后 6月14日 也就是在这次美联储加息之后 突然爆发 一天就涨了1.43% 这次直接冲破了95的位置 大家注意了 95是一个微妙的位置 2016年 正是在95这里 叙事两个月之后 美元开始了白点死亡行军 而现在再次冲破了这个位置 是否一波强拉伤就此展开呢 可能性非常的大 再看一下人民币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还在6.4 并没有回到6.5 甚至6.6的位置 换句话说 现在人民币距离2016年中期的位置 还有3%左右的空间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 只从美元指数的位置上考虑 至少高估了3% 如果美元来一次白点行军 人民币将有10%以上的贬值空间 那么美元如果真的急升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1.财富大幅外流 外汇储备快速降低 有人说不对啊 我们扎起篱笔了 个人换汇也已经控制了 但是你说的只是居民端 人家正常外资进来再出去 你不能限制啊 这都是有够备案的 所以外资企业一旦撤离 或者外资按照自身的额度撤离 拿着人民币到银行去换外汇 然后银行就得到外管局 去换成美元 交给这些外资 让他们带着钱 厉害 所以国内的人民币就越来越少了 钱荒就会越来越严重 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币外贬内升 对外贬值 对内却勿以稀为贵 越来越值钱 最终刺破资产泡沫 我们在最近呢 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大幅降低 说明现在钱荒已经出现 如果还不理解的话 你想想十年前吧 人民币对外升值了十年 是不是对内贬值了十年呢 我们2003年的时候 货币供应量才有20万亿 到现在已经是170万亿了 是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为什么印这么多钱出来 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升值 大量外汇流入 到外管局去换成人民币 带着钱入场了 所以呢 有我们自身放水的因素 也有房地产等自身货币创造的因素 更主要的原因 是人民币升值导致的热钱大量流入 第二 洋行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压力 必然会加息应对 增加人民币币值的内在价值 留住更多的财富 加息之后 会让社会资金成本更高 对于实体经济的压制就更强了 所以他在加息的同时 必须还得定向降准 为银行体系释放流动性 还得加强银行监管 让这些钱尽量多的流到实体经济 但加息和降准容易 如何让银行去定向贷款 这个比较难 所以他比较谨慎 害怕这种对冲政策的副作用 万一放出来的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市场利率还是快速提升 同时钱都跑到房地产去炒房了 这可就真毁了 而从现在的市场热度来看 这种可能性极大 相反如果没有相应对策 让钱进入实体经济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 一是马上停止二套以上的房贷 第二个是停止房地贷 第三个是严格规范消费贷 从目前看 银行的资金正在通过这三个渠道 大量的流入房地产 最近抢房热十有八九 都是房地贷的功劳 央行加息不会让房地产马上就跌 需要连续加息以后 房地产才会感受压力 如果真的后面 跟随美联储一年办五次加息 那么明年底国内楼市就会有所反应了 而一直跟随美国加息的香港 估计到明年底就会压力山大 第三 央行加息降转后 密切关注十年期国债的利率 如果十年期国债利率不升反降 那就说明调控成功了 对于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利好 缓解了资金流动性 缓解了钱荒 如果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 那麻烦就大了 可能会出现股债汇商品 四杀的局面 也就是干什么都不赚钱了 现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3.6% 最高的时候是3.9% 大家可以密切关注一下 第四 实体经济继续下行 债务爆雷不断 美元百点行军就是一次死亡收割 每次抢美元都会引发异常危机 即使我们应对得当 也只是在宏观层面减缓风险 但在微观层面 一些债务负担过重的企业和个人 恐怕还是会连续爆发债务危机 今年一来已经发生了几十起债务违约事件 即使国债利率能降下来 信用债利率估计会越涨越高 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债估计都会失败 然后资金无以为继而爆雷 所以顾收累理财千万要小心 昨天又爆出了某知名网贷平台爆雷 这个平台没少推广 甚至电影院网络视频里全是他的广告 估计又是数万人血本无归 所以千万长点心吧 不要到血本无归才想起这是血汗钱 到时候找谁维权都已经是为时已晚了